这个模型定义好之后啊,咱们是不是就是说要把这个模型啊,从前往后的跑通一次啊,也就是说现在一个数据来了,诶,由这个data怎么得到最终这个socker值,这个socker值呢,它是包括十个类别的得分值吧,怎么从这个data到这个socker呢,接下来就是通过网络的一系列的预算,一系列的这个运算,我们看咱们的这样定义了一个函数,这个函数呢,就是代表着咱们一次前向传播,咱们前向传播啊,需要输进来什么啊, 首先需要输进来咱们一个data,也就是咱们的一个输入吧,以及呢,咱们网络层当中所有的w和所有的b吧,这里呢,咱们就把这个x还有这个w以及bios都给它输进来,输进来之后啊,咱们是不是要进行一层一层的计算了,先计算这个layer1这个层的一个输出值,再计算一个layer2,然后呢,最后呢,再把咱们的一个最终的一个out输出值给它输出出来,是不是就完成了咱们这样一次前向传播啊, 这点还需要有点值得注意啊,就是说,当咱们啊,就是说,完成了这样一个,呃,就是在进行前向传播的时候啊,咱们进行了,做算完了一个l1层的输出之后啊,咱们是不是说,咱们神经网络啊,有一个非线性的表达啊,所以说啊,在输入完l1之后啊,咱们是不是这块还要输一个stick mode啊,大家不要忘一点,就是说,咱们的神经网络啊,是有一些激活函数的啊, 每一层后面啊,都要加这样一个激活函数,所以说呢,在算完这个ws加b之后啊,咱们还要把这个值经过咱们sigmod的函数一下啊,咱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啊,咱们就来写一下l1层的一个输出结果是什么,l1层输出结果啊,咱们是从里往外看吧,从里往外看啊,就是说,先是一个咱们的data,data乘上咱们这个w1,然后呢,再加上这个b,也就是说啊,这里我们看啊,咱们的无论是乘法还是加法,都是用tensorFlow的一种格式啊,就是说,tensorFlowMateMultiply,先算这个x和w的一个矩阵乘法,然后呢,再用这个tensorFlowAdd,把咱们的 wx和b再加在一起,这两个加完之后啊,咱们的,咱们的这个l1层啊,还没有算完,咱们还差了一个sigmod吧,这个sigmod的函数啊,就在咱们这个tensorFlow.nn啊,在这个nn模块啊,natural network这个模块下,有一个叫做sigmod的函数啊,咱们直接可以掉这个sigmod的函数,就可以啊,帮咱们把这个l1,就可以啊,帮咱们把这个激活函数啊,的值给它算出来了,算出来这个值之后啊,咱们就得到了这个layer1的值了, 有了这个layer1之后的值,值之后啊,咱们是不是还要算这个第二层,还有这个最终的输出层啊,那么这个第二层,其实啊,算法也是一样的,第二层来说,就是用咱们第一层的结果,再乘上这个w2,再加上这个b2,就完事了吧,然后呢,再把咱们算出来值啊,再通过一次sigmod,咱们就得到了这个第二层的结果,得到了这个第二层的结果之后啊,咱们是不是还要算这个第三层啊, 第三层也就是咱们的一个输出层啊,这个算法啊,还是一样的,那么算完之后啊,最后咱们把这个结果给它return回去啊,就完成了,就完成了咱们这个啊,最终啊,想要得出来的十个类别的一个得分值, 大家注意一点啊,就是说,咱们最后啊,我们看前两层都是有一个sigmod吧,但是呢,最后一个输出层啊,它不是咱们神经网络当中的一个层啊,就是说,它是咱们最终的一个输出,所以说呢,在这点啊,咱们不要对最终的输出层啊,再加上这个sigmod了,咱们只需要把最终的结果的一个得分值给它返回回去啊,这样就OK了,那么现在啊,咱们是不是说完了咱们神经网络的一个前向传播了,从咱们的数据输进来之后,咱们经过了L1层,L2层, 然后呢,还有一个out输出层,咱们得出来了最终属于每一个类别的得分值吧,有了这样一个得分值之后啊,咱们现在要做些什么事啊,咱们是不是咱们说神经网络是由前向传播加反向传播组成的,咱们接下来还是要定义一个反向传播的过程,在算反向传播的过程当中啊,咱们需要先定义一个损失函数,那么在这里呢,咱们这是啊,已经,就是说TensorFlow啊,已经给咱们实现好了一些损失函数, 比如说啊,咱们最常用的这个交叉伤函数,嗯,大家啊,就是说不知道大家属不属于Cafe,啊,Cafe里是不是也有一个名字啊,跟这个差不多的,Soft Max,啊, Cross Entropy啊,就是有一个Soft Max的一个交叉伤函数,在Cafe里啊,咱们是不是可以直接用这个模块啊, 那么在TensorFlow里啊,其实啊,它也是给咱们定义好了,哎,这些损失函数,那么这里呢,咱们就用啊,这个交叉伤函数来做咱们的分类认误啊,其实就非常好了,咱们主要来看啊,就是说这个,嗯, Cross Entropy啊,这个交叉,这个交叉伤函数啊,它的一个输入啊,它的一个输入,我们看啊,第一个参数是什么啊,第一个参数是咱们的网络的一个预测值吧, 也就是咱们一次前向传播的结果,那么第二个参数呢,第二个参数啊,是咱们的一个实际的Label值啊,咱们要跟咱们的预测值,跟Label值啊,进行ETA的比较,咱们把这个比较啊,最后返回给咱们的Cost,让Cost啊,就当成咱们一个损失函数的值,那么这里呢,咱们使用一个Reduce Min啊,Reduce Min啊,就是说,咱们在最后除上一个N,N代表咱们所有样本的个数,代表一个Batch样本的个数,也就是说啊,咱们现在是求的是一个平均的Loss, 有了这个Cost之后啊,咱们接下来是不是啊,就像咱们之前啊,做那个回归算法一样啊,咱们也是要定义一个最优化的算法啊,咱们这里啊,还是用这个T度下降的啊,优化剂来去求解咱们现在的这个Cost啊,可以说啊,就是说咱们这个TensorFlow啊,做咱们的机器学习任务啊,或者说做神经网络啊,这个套路啊,还是都是差不多的,先定义咱们好的预测值,然后呢,定义损失值,然后损失值完了啊,咱们是不是就要定义,咱们该 怎么样进行优化求解了,做完这个优化求解之后啊,咱们是不是说,哎,现在已经有一个模型了,有完这个模型之后啊,咱们是不是要去算一下这个模型当前的一个效果,或者说咱们模型啊,当前的一个精度值啊,那么这个CORR啊,就是咱们现在的一个准确率啊,咱们准确率啊,刚才上解课也是给大家讲过了,这个Argmes啊,还有这个Eco啊,都是什么意思啊,这里啊,咱们就不再说了, 有了这个准确率之后啊,咱们是不是要把咱们这个TRE啊,还有FALSE的这个值啊,转换成一个Flow类型啊,用TensorFlow.Cast,给它转换成一个Flow类型,转换成Flow类型之后啊,咱们就可以计算出来这样一个精度吧,那么这个啊,就是咱们一个完整的,非常简易的一个神经网络的结构,嗯,咱们从这个代码量来说啊,就是说,咱们用TensorFlow啊,实现一个很简单的神经网络啊,相对来说啊,还是非常容易的, 只需要大家啊,先按照这样一个结构,把你的神经网络呢,哎,这个,W1,B1,W2,B2,把它整体的一个结构啊,现在定义好,然后呢,按照咱们啊,定义好的这样的结构,哎,去做咱们这个整体的流程,按照流程啊,按照一个图的计算方式,给它写出来啊,咱们就可以去完成这样一个神经网络的模型了,然后呢,接下来啊,就是啊,一些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代码了,咱们是不是刚才啊,已经把这个神经网络给它定义好了,神经网络定义好, 之后啊,咱们就要定义一些超参数了啊,比如说,咱们需要定义一下,哎,咱们的网络迭代几个epoches,每个epoches呢,里边又有多少啊,每个,就是说每次迭代还需要有多少个disk,啊,batch size,以及呢,咱们每多少,每多少个epoches,咱们进行一次打印啊,分别对应着咱们这三号代码,嗯,然后下一步啊,就是说按照TensorFlow格式啊,这个咱们已经说太多了,咱们先把咱们的这个计算图给它加载进来,咱们加载进来啊,用TensorFlow的session啊,咱们先定义好这样一个 计算图的区域,然后呢,在这个计算图的区域上,哎,我看啊,这个啊,大家最后忘书了,就是说这块,咱们还是先要对咱们全局的变量进行一个处置化啊,这一点啊,是非常重要的,大家不要把这个TensorFlow格,啊,Global,啊,Global,啊,GlobalWireBoss,InternetZera,把这个忘掉,然后呢,就是啊,咱们要进行一次迭代了吧,每一个epoches,每一个epoches进行迭代,那么下面这些代码,其实跟咱们上节课讲这个逻辑回归啊,是差不多的,咱们还是一个batch,一个batch呢,去取这些数据, 数据来之后啊,咱们是要session点run,run什么啊,run一个operation嘛,就是说run一个操作,这里咱们拿什么操作啊,咱们拿这个automizer,就是咱们刚才定义好的这个求解的优化器,咱们就要不断的去run这个优化器啊,不断的去求解,这里呢,咱们是刚才啊,创建X和创建Y,是用一种placeholder的格式吧,所以说啊,咱们这里就要给placeholder里边填充值了啊,填充什么样值啊,填充,啊,batchX以及batchY,这个batch啊,是咱们刚取出来的, 咱们啊,是用这样一个feed dictionary啊,也就是说写成这样一种字典的形式,字典的key呢,就是咱们要填充的值,然后字典的这个value呢,就是说这个值啊,究竟是什么 这个啊,是咱们迭代的过程,迭代过程中的话,咱们还是可以不断的进行打印啊,不断的进行打印的过程啊,也是一个sessionrun的过程 只不过说呢,咱们上一部sessionrun,run的什么,run的这个automizer,对吧,这回咱们sessionrun,run的什么,咱们要算一个accuracy,对吧 只不过说呢,咱们靠这里有两个sessionrun啊,都是run的accuracy,这个咱们刚才定义好的这个操作 只不过说呢,这里啊,我们靠这个feed dictionary,它传进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于咱们这个tuneaccuracy啊,它传进来什么,它传进来的就是一个tune的batch 然后呢,对于这个testaccuracy啊,它传进来的就是一个testbatch啊 咱们是通过这种placeholder的格式啊,给它指定好,咱们是在实际的迭代的过程中 再去给它传进来这个x还有这个y,那么现在咱们也可以实际的再来运行一下看一看 看一看,咱们现在这个定义好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啊,只有两层生存网络啊 大概表达出来的效果啊,会怎么样 这个速度还是比较慢一些的啊,咱们可以稍微等一些,等一下 可以说啊,就是说tunzerflow啊,来做咱们这个神经网络啊,其实并不是很难吧 咱们只是用简简单单的几行代码,就把咱们一个很复杂的结构啊,给咱们定义好了 其实呢,给咱们省了什么事啊,它的很多反向传播啊,以及参数更新啊,都封装了在这些函数里边 咱们啊,不用关注这些函数的细节,只需要调用人家的接口传进去这样一个参数啊 啊,tunzerflow就帮咱们完成这些事儿,其实呢,它核心的非常复杂的结构啊,都在它这些优化器求解这里边了 咱们啊,就是啊,我们看,这里已经是开始迭代了 我们看,第一次一开始的一个cost的值是等于0.2.2.26的 然后呢,这个准确率啊,大概是0.19和test的时候是0.25 然后呢,第七个epos的时候啊,咱们的test accuracy已经达到0.68了 0.36吧,这个,呃,这个现在啊,打印出来的一个结果是它的一个精录值啊 我们再等两个吧,再等一个10,啊,这又出现一个,现在loss啊,还是在降低的 然后呢,咱们这个test accuracy啊,还是在不断升高的吧 也就是说,咱们当前啊,定义好的这个神经网络,确实发挥出作用了吧 虽然说啊,咱们这个loss没有明显的下降,但是呢,咱们的神经网络啊,是确确实实的,已经起到了作用了 啊,那么咱们啊,就不再往下看了 关于这个神经网络啊,这个简易版本啊,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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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